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Extra应该在普通话的中文媒体当中 这是最大的一个账号 160万追随的吧 在Extra 他在意大利注 那他是从白纸运动起来的 无心插柳 柳成荫 他是一个按照他自己解释 基本上是这么个这么个故事 这故事呢就是从他个人也没有想到 一下就这么起来 他当时主要是集中报道了 在白纸运动当中的所有的这个集会 他能够找到集会 他就他就报道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有些人就开始给他往那发料 所以他透过发料呢 比如说国内的微信微博 他就转就这么一个转载过来 一个转载的过程 他成功了 所以几乎成为了在X媒体上的 原来推特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账号 因为X特点就是消息快 对吧 那当然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消息准确跟不准确 当然在国内的状况呢 就这个消息准确跟不准确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一件 难以启齿 难以言表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难以启齿 跟难以言表的关键 关键就是什么东西是真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麻烦 所以在这个麻烦的背景之下呢 大家就去分享 大家就很多是有自己的心愿了 而我可不是说 这位李老师发的消息 到底哪条是对哪条是错 我是说 他实际所有在网络上 社交媒体上 在中共国的环境当中 这是一个自然的面对问题 那他怎么解决 这需要阅读者 需要读者自己去解决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故事 所以这是我想 在我眼睛里看 基本上背景 因为有句话 就是谣言遥遥领先的语言 这句话 其实在整个中国人的社媒当中 全都认可 大家都在用这句话 原因就是说谣言是真的 那个 那个 涛哥当初最开始讲这句话的时候 就是源自于涛哥小说 北京的小道消息 北京胡同的传言 北京胡同的小道消息 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毛泽东身上有九条九 有九个九 什么 1976年 1976年 9月9号死的 9月9号 这个进的北京城 从双青池 然后包括这个 尊医会议等等 那个和8341部队的番号 就是北京卫生区的番号 这是北京最典型的北京谣言 北京胡同传言 那据说现在都进了中共党史了 在讲述毛泽东的时候 就讲述了他的 毛泽东伟大了吧 所以他就用 他身边是有 他身边是个和尚 蒋介石当时身边是个老道 所以蒋介石 蒋中正这名字 人家是有来处的 那而这个 而这个蒋介石是水龙 毛泽东是土龙 所以毛泽东就跑到陕西去了 陕北去了 那陕北 作为水龙的这个 这个蒋介石 去缴匪的话 缴不了他 咱们也弄不着他 所以这是 这是就是 这是这段故事 所有这些故事 最典型的是北京小道消息 府邮街传的 这个这个 这是很典型 所以现在的状况 其实差不多 差不多 那但是现在因为老百姓 有发言权力 有表达自己的可能 这是我们想跟朋友分享 你看到很多消息 大家要能够尊重 现在中共国社会的背景环境 所以人说 涛哥的节目 你是不是也传谣言 谣言遥遥领先的语言 是涛哥创造的 这句话 你就想想 你就评评这个故事 这句话 2012年说的 2012年 薄熙来当时的故事说的 在2012年到2013年 涛哥做了一期节目 数百万人看过 周永康死定 周永康死定了 那是2013年年初说的吧 大概是 大概是那个时候 是2013年中间说的 我记不得了 但那期节目还在 没有人相信 那就是 现在的故事 就像当初 周永康死定了 涛哥讲的故事 极其类似 所以你看涛哥节目 为什么讲这些东西 就是完全是2012年的翻版 那现在做很多 大多做自媒体的 在2012年 根本就 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么个行 那时候也没有自媒体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但是 历史不是重复的吗 很多读书 人就白货 就是历史是重复的 其实就是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 白天黑夜 就这么点事 什么重复不重复 白天黑夜 明天早上又 现在是早晨 晚上就 太阳一落 它就黑了 就这么点 但是明天又不是今天 明天 但是又是明天早上起太阳 能听得懂这话吗 这个故事就是 明天早上太阳还起来 但明天早上太阳 不是今天早上太阳 但是明天早上一定出太阳 那时候赶着阴天怎么办 对呀 对吧 那天有不测风云 它是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故事 很多读书的人听 我觉得真的 就是你去找证据的时候 这是你别记押 你去找证据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错误的 你为什么嫁给那个 嫁给你先生 你为什么娶了这个太太 哦迫不得已我才嫁 我没得挑了我才娶了她 OK Whatever 你嫁给她了 她娶了你 娶了你了 对不对 那能有证明你爱她 她爱你吗 很愚蠢 真的很愚蠢 很多东西推论的东西 它有它的很界限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 涛哥你这段说的是废话 这可不是废话 这可是正经八百 跟大家说这段 谣言啊 谣言 你说谣言就是谣言 OK 那这位李老师 这就是他的推特 这是他的推特 这位李老师在 在今天早晨七点半 发了个推文 结果到了大概两多小时吧 两半小时 将近五十万人看 那这是跟跟这个习近平有关的 我们就跟大家讲这故事 就这条推文 现在已经将近五十万了 四十七万多 看他人真多 8月14号朋友分享了北京街头的情况 他什么都没说 武警出租车经过天安门时会自动啰嗦 他分享就是这个内容 那这个时间点是十四号的中午十二点 那有中午十二点 北京街头现行特警 然后这个应该是指出租车路过天安门 车窗门窗会全部自动啰嗦 那那个警察应该是在查东西 这是现场的武警 很多人说这个是假的 很多人说的是假的 有些人说是真的 有些人责怪他是如何如何 那这个故事从他的时间点 是中午十二点零六分 那说人们讨论比较多的是这个 出租车天安门车窗 车门会全部自动啰嗦 有些人就嘲讽他 说现在很多车都会自动啰嗦 一开到每小时二十公里之上 他自己就会关锁 讨论的不一不太一样 但是这里他说出租车 然后有人说出租车 现在都被北汽控制 那如果我不太了解了 因为已经出来这么长时间了 那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 原来主要是这个北汽跟首汽 首都汽车出租公司 那现在都完全不了解 那人们讨论很多讨论区 自动啰嗦这个功能本身 我们不清楚出租车 是不是一切都是 只要一动就是自动啰嗦 但他是这么讲的 那讲这个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坐出租车 看起来有可能他是在坐出租车 因为他拍摄的 如果从他拍摄的位置的话 这个拍摄的人是在后面 后卫 因为这是座椅 对吧 这是座椅 应该以为是这样 我只能说以为了 那那个人在查手机 警察在查手机 那按照他的说法 就是实际拍摄的 那武警呢 这个武警 这是并不是天天有 有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 我都见过 但不是天天有 他真正有状况 有事情 才会出现 在几乎所有的讨论当中呢 没有更多的 那人们愿意 愿意这一份的谣言持续 这是一个论点 另外一个论点 就认为他是谣言 谣言 但是他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从他的传递的状况 就是内容状况的本身 却很有趣的表现出来 有将近 你看很快 48万6 将近50万人 那 他代表什么 代表了一种民意 其实我个人愿意把它 解读成民意 就是 其实在人们 太多的心目当中 会认为 一定会出事 北京 有可能会出事 否则的话 就这么天安门一张照片 两个半小时 50万人看 为什么 对吧 为什么 所以这是民心 民意 即使反对说是谣言的 那他只不过有着一种 某种自己的心态 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 很典型 那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 里面有个别人意识上 说是不是北戴河会议结束了 北戴河会议结束了 有可能 我个人也认为 可能北戴河会议出了个结果 那出了个结果 代表着今天呢 有可能陆陆续续的 因为中南海可不是习近平一个人住啊 总理应该政治局常委的人可能都住在中南海里面 我们我们记得在李克强死的时候 他的那个他自己家里面的那个环境被人拍摄出来 那是中南海 所以中南海里住了哪些人 主要集中哪些人 那这些人该回家回家 习近平回 习近平回得了家 回不了家 不知道 但该回家回家 所以可以把它断定成 北戴河会议呢 结束 结束之后呢 北京出现了极端异常 一种相当异常的状况 查出租车的 查这个出租车是想确认路过天安门的人的身份 那私家车他不会查 那不用查 对不对 那出租车呢 就会比较稍微被侧重点 人说公共车 公共汽车查不查 公共汽车是不是你们上下车的时候 已经被人家给扫过了一把 而出租车呢 可能就有一种 就是他的 他的隐蔽性 或者他的不确定性 就容易更强 他这里讲的是查出租车 所以他他就 当然就这么一个 就这么一段内容 他没有 没有什么更多的 但 就是 就是伴随着他这篇内容呢 有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其实出自于13号的晚上 但是在今天的14号的人民日报 头版有登了 给实验丹江口水库的叫环保志愿者回信 这实在没想到 丹江口 陶哥去过 这个 原来去的时候叫第三大 第五大 这个水电站 南水北调 那个地方是南水北调工程 那 那他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一露面碰水 他怕水 他其实是他怕水的 那 但是他碰了水 但这条消息 是一个文字的消息 在新华社 在这个 人民日报 也是没有照片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露面了 他是第一个 在之后露面 他的时间 标榜的时间呢 是这个 昨天13号 这是什么权威发布啊 14号的新华社的下午 三点 权威发 权威发布 发布的是同一个内容 这代表习近平 就是重新发出声音 应该是 都是这一个 重新发出声音 那他确实是代表着 北的河会议结束 应该是这么个说法 但北的河会议结束的本身 习近平 只是以文字的方式出现 通常也是这样 所以就好像回归 好像给予回归一种正常 但是人们普世 普遍的老百姓 不认为是正常 所以这个东西 能说明什么 和不能说明什么 他的报道方式 循规道具 跟以往是一样的 但是却不能证明 习近平有事 或者没事 这个有事没事 说明不了 也证明不了真假习近平 也就是说 但是有一点可以 把人们对习近平的 关注的本身 再次扩大 北的河会议 有可能结束 因为他必须得有一个交代 对不对 今天14号 距离这个 按照外交部放假的时间 是19号 对不起 16号 这个铁道部休假时间 就是大概到15号 所以他理所应当 要露面了 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